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大家做的那個問卷的結果 然後我大概知道一下 首先的話呢 大部分的同學 基本上就是各行各業其實都有 好像沒有偏動在某一個行業別吧 不過看起來好像 金融業好像相對會多一些些 然後再來的話大家的程度其實落差也沒有說太大 大部分至少都是進階以上的程度 大概百分百分之83的同學都有等於基本的程度 那這樣比較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有沒有上過我的課啦 其實我也蠻想知道 因為這部分的話其實如果延續性 比較好 因為我把前面的課程也許接著繼續上 那當然呢我就可以不用特別去針對那個 有些同學可能沒有上過我的課也許還要再講一些可能 其他同學已經知道的內容 那大家比較有興趣的部分在哪裡 那最多最多的我們看一下 其實大量工作表的合併分割 OK其實也就是說 跨那個工作表的合併分割需求其實好像還蠻大的 OK這樣很好 因為 如果知道大家的需求 那我就特別把這個部分做一些 加強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 最重要的話還是需要 學習幾個重要的物件 包含就工作表的物件 就選擇物件 另外的話因為你需要把 某個工作表裡面的某個範圍資料 如果要做合併或分割的話 勢必一定會用到所謂的Range物件 那如果你要把它合併的話通常是把它Copy過去 所以呢 像那個Range物件裡面有點Copy方法 或者是說你要針對某些資料做篩選查詢的話 那會有個Auto filter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合併也可以 分割的話呢 其實可以按照類別去分割 當然OK這個部分我們會 也許啦 如果大家比較有興趣的話 也許我們花比較多時間在講解這部分吧 那再來其次的話就是說 其實這個跟 分割有點 有點相關聯性 這個部分是 把Excel當類似資料庫做查詢 那裡面 最重要就是有關篩選的部分 篩選其實在 Seql的資料庫來說 其實就類似像Select 下一個條件給他 那如果在Excel的話呢 其實有點像拿Excel拿來當做一個查詢系統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做查詢 查詢 比如說你資料大量資料呢 你希望在Excel裡面快速輸入一些 關鍵字 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快速提取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 這個後面我們會多花一點 同學比較有興趣 大概這個項目 再來的話呢 跨工作表之外 還有工作簿 那實際上就是檔案跟檔案 如果說多個檔案如果合併或多個檔案分割的話 那該怎麼處理 那當然 網路上其實有很多人分享 不過每個人分享的方式其實都不盡相同 那我會把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的方法做說明 OK 那當然我的 這個城市務求就是幾個要點 第一個 城市當然越短越好 也不要 寫一大堆 那個拉哩拉喳寫一大堆 或者是說呢 這個城市當然相對我希望寫不要太多 所以有些地方能省則省 能免則免 另外的話 城市越直覺越好 那還有同學比較有興趣就是 資料的拆解 跟VBA的進階 這個設計部分 那這個剛好就是我們第一個單元要講的 其他可能其次的話 這個可能 爬蟲好像同學大家比較沒那麼感興趣 那或許因為爬蟲其實難度也非常的高 那有個同學對什麼有興趣 跨檔複製貼上 跨檔這個檔應該其實指的應該就是 這個啦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活躍布的 這個可能有點類似啦 跨檔要複製貼 其實這個跨檔要複製貼的話 其實有點類似 所以也許 我不知道 這同學提的這個問題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 的話也許你再提出來 然後 其他的話 這些倒是比較少一些些 好像同學比較會有興趣的 大概就是這幾項 OK 好那再來為什麼要來上這門課程 最多其實因為工作 專業技能需求 所以其實 當然很希望能夠把 工作上 遇到的問題啦 也許 或者是說大家有遇到問題的話 或許可以把你的問題 看提出來討論 或許 也是個方式 假如說你有相關的範例 跟我們上課 這個問題 蠻接近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再討論看看 然後單純只是有興趣 還有大數據分析 OK 那怎麼來這邊 其實好像66% 的同學是來自於我的網站上面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那個 這個部落格 然後還有那個YouTube平台 然後 那當然我的習慣是會在上面分享 當然其實我也沒有特別的想法 反正就是說 可以讓大家能夠更 多知道一些相關的東西 當然是更好 只是說上面相對還是比較沒有那麼有系統 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一個程度跟學習需求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 稍微講一下有關這個我們的 課程的內容 其實原來的規劃大概是這樣 其實大概就是有8次上課 我就大概規劃個8次 那理論上就是說第1次也許延伸那個初階班 所以就是有資料的拆解 然後第2次的話呢 跟 輸入自動化跟表單比較有關係 那第3次的跟資料庫有關 不過我發現好像大家對那個 可能資料庫的需求 比較沒那麼大 因為早期好像大家都還會用到一個資料庫 叫SS 不然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用了 其實可以透過ADO 可以匯入匯出 或者是SEQL SEQL Server 但是好像現在越來越少了 不過我們就順意這個大家的學習需求 另外還有就是大量的工作表合併跟分割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資料的查 剛剛同學好像對這個跟這個比較感興趣 還有這個 那也許我們就是花多一點力氣在這上面吧 那其他當然這個課程其實還能夠延伸還蠻多的了 包含甚至 也可以 再 做一些爬蟲 其實VPA本身 SEQL本身也可以做一些網路爬蟲 甚至是做一些視覺化報表的部分 就是結合像那個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OK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時間 比較寶貴啦 所以如果說假設 在其他地方講太多 那可能會影響到大家比較有興趣的單元 所以也許我們就集中火力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Python的程式 就是他甚至你 有些部分 我是覺得Python有蠻多地方 是可以 跟Excel之間 做一個很好的搭配 因為 各自有各自的優點 各自有各自的強項 但是也各自有各自的缺點 所以其實如何結長補短 這個或許也可以思考 但是因為我們課程 其實主力還在Excel OK 那其他的話 這是我的相關的其他介紹 那未來呢 當然這個課程其實也希望能夠跟未來的新的科技新的機會 做銜接 所以其實像ABCD 尤其金融科 Fintech的部分 其實現在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在 網路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 資料量又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如果你不懂一些 這個程式的 這個部分的處理 那當然一定會非常沒有效率 而且工作會非常辛苦 那這是我的相關簡介 其實我在業界也很長一段時間 那目前的話呢 慢慢 把心力放在 就是說 以前的經驗分享 做一些整理 OK 所以 我這個課程裡面很多都是自己 以前 寫程式的一些經驗 那寫的方法其實不見得會跟 其他的網路 或者其他的老師 是相 一樣的啦 因為我自己有自己的寫作風格 所以如果你假設遇到一些程式 有一些問題的話 或許啊可以討論 我寫的方法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議 當然也可以提出來 那當然呢我的證照也是蠻多啦 有30來張 那Python部分也 陸陸續取得 那這是我的 這個 部落格啦 那你 有一些東西 或許我也會把上課錄影放在 YouTube上面 但是只有上課的學員可以看到完整的東西 那至於就是說 一些推薦的用書 我還蠻推薦的就是說 你們可以再看一些進階的 像這本其實還蠻不錯 它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應用的講座 就是一些題目 可是 如果你看這些書你會發現 這些書的話 寫的 程式跟我寫的又完全不同 主要原因是因為 感覺他們真的 有些程式本來可以 寫的很簡單 但是他就寫的複雜 所以 基本上我有些會參考別人的東西 但是最後寫出來會是自己的風格 因為我覺得 看別人程式 真的 你還是會覺得完全跟自己 的想法完全 邏輯啦 想法完全不相容 所以也會想說把它改一下 像這裡面其實我也用到像 像這本書裡面的相關解決方法 不過他的解決方法 太多說了 像這一本書他就用錄製劇 等於是把錄製劇集的程式都貼過來 我覺得很多程式不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 刪掉非常非常的多 OK 其他還有像這些跟資料庫有關 不過好像 同學對資料庫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那也許我們就再來看 其他大家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那OK 大概目標是這樣 其他的話 我們今天的話原則上 就開始來看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有關那個資料的拆解相關的東西 那怎麼樣把資料拆出來 那前面的話是 可能針對看得到的或者是可以找到位置的 那像今天也許啦請各位也許先幫我下載範例 範例的部分的話請各位就是到這個連結 這個 的話其實也蠻多道題的 其中的話呢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有些題都還蠻蠻不錯的 就是有很多其實都是 有些是 上課的學員問題啦 或者說 我有一些可能覺得不錯的題目 也許我都把它加進來 那其中的話 同學比較 常常遇到問題的 就是說資料裡面 常常遇到就是說 可能出生歌裡面又有中文又有英文又有數字 那我們的需求是希望怎麼樣可以把它分開來 因為 這個地方不像之前我們的範例裡面 比如說請各位待會可以開啟那個範例檔 這個 在 範例檔裡面的這個 單元一裡面 各位先幫我開第一個範例就是說 103判斷 個數 余壘加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基本上 它主要 我們可以做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 A是原始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原始資料裡面 這個地方就儲存格的內容 那你可以看到這基本上 可以區分成三種資料 一種資料是 數字 一種資料是英文 一種資料是中文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分別呢 幫我計算一下 到底 這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有幾個是英文 有幾個是中文 分別幫我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 這個地方我們其實可以個別 當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就是 我可以先 把那個數字的部分算出來 你可以發現這個數字 英文的部分算出來 再來就是中文部分 那是第一個部分 那可是做完這個練習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其實一個重點 如何把它轉一下 因為最後同學說 是我算這個數量沒有意義啊 我其實是希望 幫我拆解 也就是說 最後呢幫我把 數字的部分 留在數字這一欄 然後呢 英文的部分留在英文 中文的部分留在中文 個別幫我把它輸 最後就寫出一個按鈕 算了 按下去自動幫我拆解 最後一個清除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該 怎麼做這些動作 當然呢 顧名思義啦 如果 這個地方呢 假如說我要做到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如果說用Excel裡面的 所謂的函數 能不能辦得到 其實當然也辦得到 不過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Excel裡面的函數 你還要結合所謂的 所謂的政列啦 那真的做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煩 倒不如你這個地方呢 可以就是 用那個VPA的部分來做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直接就是講 有關怎麼用那個VPA的部分 來完成這個動作 所以我把這個共用的部分先停掉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 檔案先下載 先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個題目的邏輯 蛤 中文字幕 祝珍